我们的蓝队是很遗憾 就差了那一点点 白队是写胜 其实我们可以从他们刚才的表现中可以发现 他们其实输入了什么道理 高佩奇啊 那个左迁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主动 最重要的还是涉及到专写两个字 然后在听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 听过算数的 没有特别的用心去记 他们所记的东西就很有限 对 顾文哲就差一点 就是说一些误导的情况 基本上都是他 基本上误导都是他在误导的 所以顾文哲是 顾文哲在表现中呢 没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强项 我在当中是 没有帮过什么忙的 我觉得我应该淘汰顾文哲 还有还是那个达天宇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被淘汰 因为子孙头是我教 尼克的 尼克 这个输了 应该把我淘汰 有的时候 我们要勇于地面对挫折与困难 还要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败之后的一决不整 我希望你们能够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但是今天 同样有两位队员 要离开我们的训练营 会是谁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西西老师来宣读 到底哪两位会离开 首先我们要淘汰的是 顾文哲 第二个我们要淘汰的是 达天宇 顾文哲 达天宇 请交出小鬼胸章 蓝队在这次比赛中 输得非常可惜 但是这和他们在任务中的表现 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顾文哲在比赛中严重误导外国人 而达天宇没有丝毫的作为 因此 两人必须为此次蓝队的失利而负责 请大家赶紧起床到操场集合 输送过 现在是紧急集合时间 现在是紧急集合时间 达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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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